我想要做什么 我想要让月亮从小慢慢变大 OK吗 从小慢慢变大 首先我们先找到月亮的时间轴 来在下方 这有个月亮 因为物件它其实直接就会出来了 如果你下方看不到月亮的话 点这一颗表示它没有被开启 你要把它点开来 可以吗 把它点开来 好 那点开来之后再来 它这里有1 2 3 4 5 6 7 7个动作也好多东西 那平常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显示与否 我也没有看到这个物件 所以这些功能你要把它 有几个是常用 要把它打开着 好 哪几个 第一个调整要开着 调整 调整要开着 第二个 显示开着 听得懂吗 调整跟显示要把它打开着 好 来 刚才我们先把调整跟显示打开 同学你会发现 我们刚才放进来的时候的位置 它不是在这边 我是不是做了这样的缩放动作 我们可以让缩放这样调整 对不对 好 那也可以这样移动 放到我想要的地方 好 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要很小心 小心什么 我再做一次 有没有看到它有多了一个线 OK 变成什么了 动画 哇 这怎么做的呀 OK 好 我要说明这个 这基本观念 来 我们看时间轴 我们看时间轴 在时间轴中 我先简化 我们先调整就好了 放到数量是调整 我们先调整 好 一个先出来就好 你在调整里头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时间线 你可以是过去 你可以是未来 随便 就是时间 那你现在时间线 就是你代表当下 红色这一条线 就是现在的当下 同学了解吗 现在的当下 好 我现在当下人在哪 我在第一格 我在第一格 所以你在第一格的时候 你做了调整 你把它放大或缩小的时候 它会记录的你的位置 XY跟大小 所以这个调整 记录什么东西 它记录的 应该叫XY 位置 尺寸 OK 它记录的是位置跟尺 尺寸就大小 尺寸就大小 好 调整做了 记得这两件事情 所以呢 当我在第一个节点的时候 我们刚才有讲 我要先让它从小 慢慢变大 所以我第一个节点 我先让它变小小的 让它变小小的 同学OK吗 好 那再来 小小的再来是慢慢变大 好 那怎么变大 变大你就要开始思考了 往下看 下方这一个地方就是时间 就是时间 我如果希望它变大 例如说我要让它一秒钟的时候变大 请跟我讲 我的时间最好点哪里 30格 很好 30格的位置 所以你看老师在上方这个影格处 我只要点 我只要点 你会发现它会跳 它会跳 有没有 点的时候它会跳 好 当我跳到30格影格的时候 我要做什么 我要让它变小或大 但你会发现 它怎么跑到中间来了 原因是因为我刚才在动的时候 因为我刚看了很多东西都在动 可是你根本不知道你人在哪里 所以你动的时候 你怎么把调整打开的时候 你先注意看 有没有看到这个节点 这个节点叫做 Keyframe 关键画格 关键画格 OK 关键画格或关键影格都可以 那这边是称为影格 所以是关键影格 好 何为关键影格 我们在做动画的时候 都是靠这个关键影格的 都是靠关键影格 所以你看这一个就是关键影格 当你有关键影格的时候 你点它 好 好 这边就记录着XY跟尺寸 它记录着XY跟尺寸 这样听到老师意思吗 好 所以我现在这里已经有一颗了 所以它会让我的这两点 之间有动画效果 那这时候我把后面这个节点删掉 怎么删 因为它是多余的 把它删掉 好 你点它右键可以删除 或者是点它后 直接按Delete也可以删除 因为你删了它 所以在我这个2000影格的时间内 它都在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影格的关系控制所有人 OK 好 刚刚老师有讲我在30 来30 跳到30除了你滑鼠油标点之外 这边也可以看到数字 这里有没有看到数字 这里 你可以打 例如说我要60 Enter它就票60 因为时间上来讲会更精准 30 老师跳到30后要干嘛 我要让它变大呀 放大 好 直接在它的周围把它拉大 同学没问题 好 这是我们营造出来的效果 就是在第一个节点处的时候 它是响的 在第30格的时候 它是大的 当我预览时 预览的话你可以点空白键 再次哦 老师在一开始线的位置按空白键 它就会动了 会不会 好 所以这时候来 老师如果让它再缩小 再放大 再缩小 再放大 听到哦 怎么做 好 例如说我们在60的时候 再让它缩小 好 那60是不是可以把它缩小 可是60再缩小 我觉得太慢了 我看不能复制啊 不行 好 来 可以啊 点它 点哦 点到那个节点上 右键 复制 复制这个关键画格 好 老师到60的时候 60 好 贴上这个关键画格 贴上你的XY跟尺寸 就会跟着过来 听不听得懂 好 来 再一次哦 所以它现在变小哦 然后假设这一格60 右键 复制 我让它再30 90 那你如果时间不是固定的 它就会营造快个慢 这老师一直在快个慢 好 来 我们再贴上 好 再回到第一格 Enter 空白键 对不起 空白键 放大 缩小 放大 听得懂吗 有的月亮是这样子的吗 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 对不对 好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一个 Keyfriend的变化 那动画就是玩Keyfriend Keyfriend很重要 这样目前OK 好 所以记得哦 我们整理一下下课程的概念 这个很重要 当我们在学的时候 你要控制这个物件 第一件事情 你要先把时间线 你的时间线人在哪 真的很重要 一定要会看那个时间线 知道吧 所以你要确认你的时间线 现在哪个时间点 我也一样 在哪个时间点 这样OK吗 时间线在哪个时间点 OK 这第一件很重要 很重要的事情 好 时间线在哪一个时间点 好 再第二个呢 好 第二个部分 呃 不好意思 我把它关掉再开好了 然后有点笔触跑掉 好 第二个概念的话 就是我们要Keyfriend 要制作Keyfriend 所以呢 刚刚老师教的第一种Keyfriend的呈现方法 就是当你两点为不同的时候 好 关键话 一个就是Keyfriend 三件影格都一样好 记得哦 它有两种情境 第一种情境是什么 你的Keyfriend 跟下一个Keyfriend的值相同时 或者 你的Keyfriend 跟下一个Keyfriend的值 不同时 会有什么变化 懂老师意思吗 当你两个值是相同的 会营造出什么效果 不动 动画不会动 当你两个值 如果不同的时候 营造的就是渐变动画 我们称为渐变 慢慢变化 渐渐变化 这样OK吗 所以刚才我们是不是看到的是 前方这个地方的尺寸 我在调整的位置设定尺寸 设定它的Fxy的位置不同 那下一个时间点又设定另外一种 它们两个中间就会产生动画效果了 这样知道老师意思吗 好 所以在时间轴中 时间轴也很重要 那个CTA的时间轴有个比较多的 第一个我们刚刚也学到 第一个时间轴叫调整 调整干嘛用的 主要控制是什么 在时间轴中调整控制是什么 刚才是尺寸 跟什么 位置 尺寸跟位置 它们软件分得好细 它控制功能不一样 像以前早期我们学Flash的时候 就一走 那你就一走一朝走天下知道吧 可是它现在的时间轴抓得很细 调整是控制尺寸跟位置 有问题 尺寸跟位置 好来 所以这边听得懂吗 先做一个月亮放大缩小的好吧 来 试试看 我先做一个月亮放大缩小的